這個系列的來源,從頭講起 我拍照最初是和一群玩LOMO的人一齊 我在網站叫LOMO China上玩 LOMO的拍攝方式是很隨機的 不知這是什麼,但就拍下來 可能是這種方式影響到我後面的創作 我不玩LOMO之後 開始用正常相機拍照的時候 都是會用回這種方式 就是我不知道這個拍下來會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它拍下來有什麼意義 但是我只是把它拍下來 最初是因為這樣而用這種方式去拍的 形容這批作品 講回之前那批 我之前那批作品的項目 還有我當時喜歡去找的一些東西 是很完美的一個構圖 還有很像畫的一個形式 還有一些趣味性很強的一些瞬間 之前我之前那個系列是拍攝這些東西的 後來我慢慢看到一本書 那本書是一個法國的歷史學家 他去找垃圾桶 他找那些被人扔掉的那些照片 後來他出了一本書 我看了他那本書之後 就很大感觸 但是那些東西是普通人拍的 拍完可能他們覺得不是很漂亮 就扔掉了 但是那個歷史學家 就覺得他們很有趣 就將他們全部 有時候可能普通人對影像的一些理解 跟我們專業攝影師是不同的 但是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專業攝影師沒有的 我們可能拍成小也拍不到那些東西 是怎樣說呢 後來我就慢慢放下自己的那些控制欲 就是我之前會很控制一個畫面 但是我慢慢慢慢放下這些東西 我剛才說那個隨機性和偶然性 我會放大它 然後就慢慢慢慢去問回自己 我看到什麼我會產生感情 而不是說看到什麼我拍出來可能會很漂亮 其實就用菲林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我剛才說了 它的很多不定因素 其實我是很喜歡這種不定因素 包括我去拍照的時候 我會遇到很多不同的東西是我猜不到的 還有用菲林是這張可以不可以 這張相片可以不可以 還有它出來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很享受這種不定因素 就是慢慢慢慢很多這種不定因素 去扭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個風格的其中一部分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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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